嗨大家好我是莉香 今天来拍一个开箱的视频 因为最近我给一个叶子非常漂亮的花给种草了 它的这个叶子是这种粉黄再加白色再加绿色 搭配在一起能想象中它的那个美吗 所以我就赶紧去找了一盆回来 拔草 心里被种草的感觉是很难受到痒痒的 已经买回来了在我面前 我迫不及待的想拆开看一下 是不是我心中的那个样子 和我想象的差不多 看到没有 可是它这个状态现在还没这么好 这个粉色比较浅是不是 很接近了很接近了 后期就得靠我痒痒了 说了这么久还没说它叫什么名字 它就叫花叶落腾 这个名字是不是和这个花很搭 听到落实两个字就得想象它有多好养 现在来看一下这个苗情怎么样 再好养的花如果苗不好的话也是很难养的 看这个叶子 叶子还是很精神 在运输的过程中也没有折断 因为它 说没有折断没打电 这个是痰 那如果很多这条受伤折断的话也是不利于它生长的 打包还是比较专业的 因为刚刚用了这个气泡柱 这样的话这个花就不容易受伤 然后这里还加了一团银细一样的东西 可以保湿 看一下这个土 看这个土还是湿湿的 这个土还不错 是这种泥炭加椰汤 这种土还是比较透气的 所以我暂时就不用给它换盆换土了 因为在夏天买花这一点很重要 如果土不行的话 怎么养都养不好 那如果夏天换盆换土 就会冻到它的根 那么它缓起来是特别的慢 而且还有可能把它养死 但是这种花的话 不换盆不换土的话 买回来之后 要先给它浇透水 把它的这个根先 让它跟这个土更好的融合 因为在运输的过程中 摇啊摇 就容易把它的根就流伞 这样就浇透了水 从底下大量流出 然后把它放在阴凉的通风的地方 缓个四五天左右就可以了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后期我还会陆续拍 关于它的养护视频 想看的话记得点关注哦